教会兴起 我们唱首诗诗诗诗 教会兴起 为女君王争战 教会兴起 掌望全 多小尘土坐在位上 与主一同 复活着天上 天使天君 无数同行 欢恶地上神大君 天上求主 待求不断 神的应允不迟言 神的计划必要开战事线 祂的产业 祂必输完全 你我他所信脱的人 都当小主 榜样尽重 教会兴起 为女君王争战 教会兴起 掌望全 多小尘土坐在位上 与主一同 复活着天上 天使天君 无数同行 天使天君 无数同行 婔绕地上神大君 天使天君 无数同行 神的因云不迟言 神的计划必要还在实现 祂的产业他必输完全 你我他所信托的人 都当小主方阳几宗 好 我们下面有一个小时 我们来为KOG的整个的国度性的施工祷告 那第一方面我们先来为一些个人来代祷 第一个点 我们为林牧师的身心灵的健壮 那有足够的休息睡眠 还有出入的平安 我们特别来代祷 那林牧师因为这个 这个CTVLV的事工 非常的忙碌 特别这一两个月 所以我们特别为他身心灵的健壮 有足够的休息睡眠 还有出入的平安 我们为这三方面来特别为他代祷 好 我们同声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林牧师这次回美国 能够接收这个CTVLV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营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知道这个事业非常的繁重 林牧师这一两个月非常的忙碌 我们真的是对他的身心灵 有这样子的健壮来祷告 主啊 求你保守你的仆人 让圣灵在他的生命中来管制他 应当休息的时候就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能够休息 也求你赐福给他的睡眠的时间 能够有充足的睡眠 能够熟睡 主啊 虽然睡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能够补充所需要的精神体力 所以主也求你来带领你的仆人 让他出入 有时候要开车到其他的地方 都能够有蒙你的保守 出入可以十分的平安 主耶稣 我们赞美你 你应许我们 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 亲爱的主 就求你赐给你的仆人 有充足的力量 来面对你量给他的日子 使他真的是能够经历到 你的恩典是够他的用 够他使用 你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 也显得完全 让他常常在他的疲乏中间 来亲近你 来等候你 能够不断的重新得力 以至于奔跑不至于困倦 行走也不至于疲乏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耶稣我们把他 恭敬仰望在你手中 求你今天晚上 也赐给他有好的睡眠 因为他明天 一早还要起来 教课 求你赐给他有好的睡眠 让他这一天的 十二三个小时的疲累 主啊能够在睡眠中完全的消除 明天早上起来能够有新的精神和体力 来做一天的工作 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 绝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第二个点 我们来为这个 Dr.DJ 就是在美国负责这个 Hope Center的周平姊妹祷告 那我们求主让他跟林牧师之间的配搭 能够呢非常的顺畅 那求主的职意呢 能够行在这个团队中间 我们特别为这方面来带导 那周平姊妹也负责 这个KOG的这个holding group 就是控股 控股集团 整个的事工 所以他本身也有很多的事业 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们特别为周平姊妹来祷告 为他的跟这个林牧师的配搭的顺畅 特别祷告 为他的神的职意 能够行在这个团队中来带导 好 我们同声来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把周平姊妹仰望在你的恩手中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兴起周平姊妹 来负责这个Hope Center的工作 还有这个holding group的工作 主要我们求你自己 就给他充足的精神 能力来负责这些的事工 主要求你祝福他跟林牧师之间的配搭 让他们之间的配搭能够非常的顺畅 能够靠着圣灵 竭力保守圣灵所自合为的心 也能够在爱里面说诚实话 能够彼此能够有很敞开的沟通 有什么需要讲的话 都能够彼此能够在爱里面分享出来 主要求你自己来祝福 让他们这些团队的事工 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其中 主要让团队能够在更多的一起祷告的时间 寻求的时间 来明白你对整个团队的旨意和带领 主要好让你这旨意能够真实的行在其间 让我们与你同心 就得利与你同行 也与你同工 主要说我们感谢赞美你 好第三个点 林牧师的母亲 其实今天林牧师也有提到 就是可能在今年六月 会移民到美国 那林牧师因为前不久 林牧师的父亲 已经过世回到天家 所以现在林妈妈一个人 住在马祖 所以林牧师也是非常不放心 所以他觉得应该把林妈妈接到美国 跟他住在一起 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可能在今年六月 会移民到美国 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也求主特别保守林妈妈 这几个月一个人住在马祖 的起居作喜 出入的平安 为这两方面特别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让林妈妈可以 在今年六月可能移民到美国 可以跟林牧师住在一起 主啊让林牧师可以尽心 来照顾他的母亲 主耶稣没有后顾之忧 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带领 也特别保守林妈妈这几个月 一个人在这个马祖的生活 他的这个起居作喜 都求主保守他 特别他去年这个中风 这些后遗症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消除 特别要求你施下恩典来保护他 他有时候要外出去老人中心 主啊都求你保护他一切出入的平安 拆迁你的天使天君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 都来保护他 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 主啊求你来带领 让他的六月能够很顺利的移民到美国 主耶稣把这一切的事情 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那这个第四个点 我们为林牧师他的收入可以达到美国政府的一个要求 美国政府的要求就是说必须要连续五年 他的年收入可以达到五万美元 足以奉养亲人 所以我们为这个点来祷告 我相信神假如是这样子安排 神就会信使的供应 这个所需要的经费 让林牧师可以来奉养他的母亲 就是要连续五年 达到年收入五万美元 所以我们为这个来祷告 也就是说每一个月大概要四千块美金以上 我们为这个来祷告 耶稣我们仰望你 我们把林牧师的未来的这个收入仰望在你手中 我们相信你是信使的神 你既然如此安排 我们就相信你会供应所需要的一切经费 来让林牧师可以年收入 连续五年可以达到五万美元 能够奉养他的家人奉养他的母亲 所以我们就求你自己来亲自的开路预备 让林牧师透过这个CTVLV的经营 也能够有这样子的收入 主啊或其他方面的收入 能够达到美国政府的这个要求的标准 主啊好让他的 能够母亲可以继续的在美国跟他住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把这件事情 恭敬良望在你的恩手中 感谢主 你们 好 第五个点 我们为这个核心同工 许多的核心同工 他们的婚姻 家庭 能够蒙主的保守 那身心灵能够健壮 还有能够各在神给他们的职份上 忠心尽职 彼此合一 共同完成神的托福 来带到 再讲一次 就让这些核心同工 的婚姻家庭 能够蒙主保守 然后他们的身心灵能够健壮 各在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职份上 忠心尽职 同工之间也能够彼此合一 共同完成神的托福 我们在这几方面来带到 主位叔叔 我们感谢你 兴起许多核心同工 在这个团队中间 QG的施工中间 主要我们求你保守 这些核心同工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婚姻 都能够蒙你的保守 让同工们在这个忙碌于 这些QG的施工之余 也能够真的是 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家庭 经营自己的婚姻 让我们这些家庭婚姻 他们都有好的见证 我们也求你保守核心同工 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壮 主啊 赐给他们都有好的休息睡眠 能够充足的精神体力 来做主的圣工 主啊 我们也求你让这些同工们 各在神给他们职份上 都能够忠心尽职 虽然很多的工作 并没有薪水 好像是暂时都是义务性的在帮忙 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也都是为主做的 我们就必从主得到赏赐 主耶稣 让我们好像服侍主 而不是像服侍人 主啊 凡事从心里来为主做 主耶稣 也求你来带领核心同工们之间的 让我们都有好的顺畅的交通 彼此有什么嫌隙都能够 在爱里面包容 或是在爱里面所诚实化 主耶稣我们也求你来带领 让同工们能够共同的 一起的 来完成的你托付给 这个KOG的事工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恩手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那第二大方面 我们来为这个 这个Central TV Las Vegas 就是我刚才讲的 CTV LV 来带领 那这个 CTV LV之外 还有这个 原媒体 这个业务 为这两方面来带领 在二月底 那个 林牧师和新同工他们已经完成这些 电视台的节目内容 和这个媒体广告业务的定调 那三月至今 已经顺利的正式开播 跟全线启动 所以同工们之间 同工们非常的忙碌 所以很需要我们经常为他们带领 要不然的话 他们真的会Burn out 这么重的这个工作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求助兴起 其他的这些专业的同工 能够来协助 协助这个林牧师 协助一些 Renee姊妹 所以我们为这两方面 CTVLV 跟这个原媒体的业务 CTVLV 主要是林牧师在负责 那原媒体的业务 主要是这个Renee姊妹 就郁清博士在负责 我们为这两方面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仰望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这个 你CTVLV 公敬仰望在你手中 你既然兴起的牧师来负责这方面 主要 虽然他以前没有在这个电视的 这个范畴来做过 但是你赐给他所需要的这个智慧聪明的领 谋略能力的领 和知识与敬略的领 让他过去这一个多月 能够把这个 一切的这些电视节目的内容 来预备妥当 所以说能够从三月初开始播出 直到今天 主要全线的启动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继续的来引导你的仆人 知道如何来开展这个CTVLV的事工 所以说我们也把驴内姊妹交代你手中 主要他在负责这些原媒体的业务 主要求你同样赐给他 有从你来的智慧聪明 谋略能力 和知识和境外的灵 让他在一切 人自己不足缺乏 不知如何进行中 都能够来寻求你 来依靠你 你就成为我们的智慧聪明 谋略和能力 知识 一切所需要的这些 都在你的里面 你能够亲自的 加给我们所需要的恩赐和能力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 同工们非常的忙碌 还有卫生弟兄 负责这个Podcast这方面 都非常的忙碌 求你来真的是 保守同工们 让他们有好的休息 充足的睡眠 让他们身心灵都蒙你保守 能够在一切的忙碌中间靠主 仍然能够胜任有余 所以使我们仰望感谢你 随听我们这一切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那 那第二个点 就是说 也为这个 这个CTBLV 这个各种的线上附会的软体 能够合乎使用 我们都知道这些有线电视 有所谓的套餐之类的 各种线上附会的软体 希望能够都合乎使用 那这个另外 第二个点 第二小点 就是为团队能够配搭顺畅 来祷告 还有 内外部的团队 跟这些合作伙伴 能够建立好的工作关系 业务发展能够顺畅 来代祷 第一个点就是这个 各种线上附会软体 能够合乎使用 第二个就是这个团队的配搭能顺畅 还有这个内外部的团队 跟这些合作伙伴 能够建立好的工作关系 我们为这两方面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CTV ALV 这个一些所线线上的这些 付费软体 能够建立的合乎使用 我们来祷告你 让这些 真实同工们需要如何 在这些方面来做这个规划 来做这些的 这些软体的 这些的使用 求你赐给同工们智慧聪明 让这些能够 让很多的这些 愿意 收看的这些的人 他们会觉得 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我们仰望你 求你来带领 这些团队的配搭 内外部的团队 跟这些合作伙伴 都能够建立好的配搭 好的工作的关系 所以说求你继续的 带领更多的这些 合作伙伴 来一起来 经营这个电视台 特别是一些 教会的机构团体 教会机构 还有这些的拆会 神学院 都能够来配搭 使这个电视台 可以慢慢的走向 一个基督教的电视台 的方向 所以说我们仰望你 求你来带领 让所有的业务都能够顺畅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 Amen 好 第三个点 我们也为这个 亚洲和大中华区的业务的规划 开发带导 因为 除了这个 美国 在亚洲 还有大中华区 就指中国大陆 也要进行这些业务的规划 跟开发 那这些 这个 也是需要 当 亚洲区的 跟 这个中国大陆区的这些 弟兄姊妹们 一起的来 这个配搭 所以我们为这个 亚洲区跟大中华区的业务的规划 跟开发来代表 老师我们把亚洲区的 还有大中华区的 这些的业务的规划 跟开发来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让这个整个的事工 这个能够开展到整个亚洲区 也在整个大中华区 主啊 求你来带领在兴起和事的弟兄姊妹们 在亚洲区 在大中华区 来一起的配搭 一起的服饰 主啊 使这些国度性的影响力 能够在落实在亚洲区 也落实在大中华区 所以说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你 求你亲自的安排 亲自的带领 感谢你 赞美你 Amen 好 那第三大点 我们来为这个 这个亚洲区的事务 台湾区 先来带导 这个第一方面 就是为王修平医师夫妇 他们就是负责 这个 这个大健康这方面 还有这个 生医外媒体这方面 所以我们第一个点 为了王修平医师夫妇 他们这个大健康的宣教使命的意向 能够逐渐的开展来带导 好 那第二方面就是为他的这个 几个月前他在台南 透过两位姊妹 他们 他们 言聘他 在台南成立一个诊所 言聘他成为这个 诊所的院长 那在从事这个 生医外媒体的事业 我们为这个诊所 这个 生医跟外媒体事业的开展 也来祷告 我们先为这两方面祷告 就是一个就是 他们大健康宣教使命的意向 一个就是这个台南的这个诊所 这些的生医跟外媒体事业的开展 为这两方面来祷告 也是我们感谢赞美你 星期王修平医师夫妇 让他们有这方面的专长 在医界有多年的这些的经验 主啊 他们有借你赐给他们这些大健康宣教使命的 这样的意向 不但在台湾也要在整个亚洲 主啊 来自全世界开展这些大健康的宣教使命 主啊 求你继续的带领他 按照你给他们的意向和使命 主啊 你来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 主啊 我们为着他几个月前在台南的 成立的这个台南的诊所 要特别在生医跟这个外媒体事业上面 来开展 求你来设给王修平医师夫妇 还有这些的配搭的这些同工们 从你来的智慧聪明 谋略和能力和知识 主啊来进行这一切 让他们也能够多多的祷告 寻求你 主啊 因为你说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义和法的领方能够成事 让他们能够多多祷告 你就赐给他们 人所没有的智慧聪明 魔略跟能力 来进行这一切的事业 主要说 求你特别保守 王修平医师 他曾经中风 前一两年 主啊 这是还没有完全的康复 感谢你透过这些外密体啊 做了很大的身体的修复 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还是求主继续的 啊 施恩典在他身上来保守他 特别他也是超过六十五岁 求主的保守他 是给他有这个 啊 充足的精神体力 来负担这样子的一个诊所的工作 这些的大健康的 这些事业的开展 宣教使命的开展 都求主来赐恩 啊 使你的仆人能够靠着你啊 真的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感谢赞美主 Amen 好 那第二个点啊 就是为这个 台湾团队这个大健康啊 医疗宣教的使命啊 能够持续的啊 推动啊 能够跟很多的这些啊 这 呃 医院啊 还有这些医疗团队啊 或是这些学术单位啊 来进行这方面的合作啊 所以我们为这方面 这台湾团队大健康医疗宣教的使命 能够持续 推动啊 来带导啊 所以说我们仰望你 感谢你 求你来带领啊 整个团队在这个台湾 来推动这些 大健康医疗的 这样的宣教的使命 跟这些的 许多的医院合作 或是这些的 医学的学术单位合作 或是许多的这医疗团队进行合作 主啊 特别在外媒体这方面 主啊 我们请来带领 可以让他们跟美国 周平姊妹 他们这些能够紧密的这些联系跟合作 让这些在美国 已经我们通过第三期的 这些的这样子的实验的 这样的外媒体能够在运到台湾来 主啊在台湾来开展这些外媒体的工作 所以说能够与很多的这些医院 医疗团队跟这些的学术单位来进行合作 这是很大的一块的这些生意 主啊能够改善很多人的健康 主啊求你自己来进行带领这方面的施工 所以说我们要望你 你开的门就无人能关 主啊求你掌管台湾政府的立法 有关这方面的这些的立法 能够很可能在今年会慢慢的建立和落实 主啊我们求你来引导政府的立法 主啊使这些我们也能够提供 我们这方面的资源经验给政府参考 使他们的立法能够更合乎 所需要的这些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你们 好那第二大点我们来为Renee姊妹祷告 就是我前面没有提到 她是负责这个原媒体史 这方面的业务 那原媒体的有它称立就是简体版方面 就叫原媒体日报 那繁体版就叫原媒体时报 他们是周一到周五 每个礼拜有五天出刊这样 所以这是很繁重的工作 现在主要就是Renee姊妹在负责 所以她前不久也有交通过 她都觉得时间是不太够用 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她要做的工作 单单负责这两份报纸 她就已经觉得时间都快不够用 所以我们特别为她祷告 求主能够赐给她智慧能力 来做这件事 也赐给她足够的心力时间 来做这两份 一个是简体版的原媒体日报 完地版叫原媒体时报 求主能够帮助她 运用这些软体 来产生这些数位的内容 好我们为这个方面 特别为Renee姊妹带导 我们为Renee姊妹祷告 求你帮助Renee姊妹 主啊她每天 一个礼拜五天 要负责这些原媒体的日报 原媒体时报的出版 主啊 请来带领她 使用这些软体 来产生这些数位的内容 主啊求你赐给她 有充足的智慧和能力 来做这些的 每天很繁重的工作 主啊她感觉时间不够用 真的是求主特别的帮助她 让她的心力时间 能够有效的运用 主啊你应许我们 你的担子是轻省的 你的饿是容易的 就求主帮助 这个Renee姊妹 让她可以经历到 你圣灵的能力帮助 使她能够立上加力 来往前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感谢你 让她经历到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让她能够很繁重的时候 能够分出一点时间 在主面前 亲近主等候主 使她可以重新得力 奔跑不至于困倦 行走不至于疲乏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感谢你 好 第二个点 我们为 这个 可以领受神所赐的 发展的方向 那这个原媒体 这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 菲律宾 也有KOG的这个基金会 跟永续的人力资源 跟一些公益的事物 那这方面 这方面 因为现在这个 原媒体这方面 已经很繁重了 所以她暂时 没有足够的力量 时间去做 不过这方面 也是将来要发展 菲律宾的KOG基金会的永续 人力资源 跟公益的事物 我们也为这方面来祷告 我们同胜来祷告 主要我们为 劉内姊妹 能够来 发展这方面 原媒体的业务 能够继续领受 你所赐的发展的方向 我们求你来带领她 让她在祷告寻求中间 能够逐渐的更清楚 你的带领的方向 使这些的发展 能够在你的带领中 有更好的开展 主耶稣 我们也求你来帮助她 想在菲律宾的 KOG的基金会 这些永续人力资源 跟公益事物 也需要将未来来开展 现在好像还没有时间 力量去做 求你自己来带领这件事情 主要让在菲律宾这方面 人力资源跟公益的事物 能够在未来 能够来开展 主要是我们仰望带领她 这一切的规划和思考 感谢赞美你 准备 好 最后一个点 我们求主来欣喜 合适的童工 来协助Renaise May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繁重的工作 不应该只是一个人负担这么重的工作 包括前面也是要电视台 也不应该黎牧师一个人去做 我觉得这是暂时 因为一开始情况不得已 但是未来还是要寻求更多同工 一起来合作 要不然长期这样消耗精神体力下去 真的会崩傲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们为这个能够兴起合适的童工 来协助李牧师跟Renaise May 还有威尔神弟兄也是一样 后面我们会祷告 我们为这个点来祷告 主要是我们看见这一两个月 他们尽心尽力的 全力的去完成这些的规划的工作 使这个电视台和原媒体的业务 能够顺利的进行 还有威尔神弟兄的这个播客 这个播客系统 这个Podcast 但是我们觉得不可能这样长期 都是一个人负担这么重的这些的工作 所以我们向你呼求 去你兴起合适的专业的童工 来协助 来分担这些的业务 免得我们像摩西一开始的时候 一个人负担这么重的工作 他到最后他也是 无法 他就快要奔奥了 他就向神都发怨言 主啊 以至于你必须 来兴起其他的这些长老 来分担他的事工 主啊我们也求你自己 来带领 来兴起合适的这些专业的童工 来协助林牧师 协助吕内姊妹 协助威尔神弟兄 来负担这些各方面的这些的事工 为主我们仰望 感谢你 Amen 哈利路亚 那这个 第四方面 魏亚洲事务的这个 马来西亚地区 东斜部分 来 祷告 我先跟威尔神弟兄讲 威尔神 你上来了吗 威尔神 你也听到 好 那我们为威尔神弟兄祷告 因为威尔神弟兄他在马来西亚 他个人的事业 最近正在开展 所以他个人的事业开展非常的忙碌 但他同时要需要支援 这KOG在美国的这个Podcast 播客系统 所谓的播客系统 对 这个建制 跟这个内容的生成 所以 是非常的忙碌 所以 要求主家庭 他这个心力 跟智慧能力 和时间 来做这方面 播客系统的 这个建制 跟内容的生成 我们特别为这方面来 为他带导 所以说我们 感谢你 让威尔神弟兄 在KOG施工 这四年多来 尽心尽力的 来协助林牧师 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施工 现在在进行 他个人的很多的事业的开展 非常的忙碌 真的是 还要帮助 这个KOG 来进行这些Podcast 这个播客系统的建制 跟内容的生成 做了 我们知道 真的是 时间常常是不够用的 做了 我们就求你来带领 真的是能够赐下合适的同工 来协助 为神弟兄 主啊 请你帮助他 让他来进行自己的事业的开展 有你特别的帮助 特别的智慧能力 赐给他 使他能够顺利的开展 他自己的事业 主啊 也能够在播客系统的这个 建制跟内容的生成上面 有你所赐的智慧聪明 谋略跟能力 能够很快的来进行这一切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家庭给他好的心力 真的是时间 来进行这一切 赐给他有好的休息 冲突的睡眠 让他不至于过度的劳累 求你祝福他整个的家庭 他的婚姻 让他的孩子 妻子 让他自己都蒙你的保守 主啊 有你自己的祝福 在这个家庭中间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Amen 好 那最后 一个点 那我们也为这个 威神蒂佑他这个系统的 这个Podcast 这个系统的模式 正刚刚开发出来 需要先求稳定 再发展 我们来为这个祷告 那所以这个系统模式 刚开发出来 这个是不是未来可以 非常的稳定的使用 还是未知数 那当然是先去稳定 再发展 我们为这个点 来祷告 主啊 我们仰望你 帮助卫生弟兄 这个刚开发出来这个 Podcast的系统的模式 能够更加的稳定的使用 主啊 来慢慢的来更大的一个发展 主啊 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主啊 求你来赐给 卫生弟兄所需要的这些知识能力 主啊 还有各种的这些 资源 主啊 我们求你来兴起合适的 同工们来协助他 在这方面 有更加的专业的 这些同工们来协助他 使这些的系统能够稳定的发展 主耶稣 主我们仰望 感谢你 推听我们这一期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那 再来 我们来为这个 这个CTVLV 特别祷告 就是 求神能够在北美 许多的华人的教会 跟这个福音机构 神学院拆会 求神能够使他们 能够看见这个CTVLV 对整个神国度的重要性 它的价值 能够善于来使用CTVLV 来广传福音 来拓展神国 为这方面来特别带导 那就像台湾这个好消息电视台 能够得到众教会 机构的认可 很多的支持 那成为这样普世华人教会 一个很大的 这个祝福 属灵上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力量 来开展神的国度 我们也希望CTVLV 能够逐渐的朝这个方向来进展 而且透过这个网路 透过网路 我们可以使全球的 的华人 弟兄姊妹 都可以看到这些的节目 所以我们为这方面来特别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 使用CTVLV 也能够逐渐的走向这个 这个类似好消息电视台的这样的 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求你来带领 特别在北美的这些的 华人的这些众教会 华人的福音机构 华人的神学院 华人的拆会 还有这些的一些的 一般个人的弟兄姊妹 让他们都能够看见 这个CTVLV 能够被俗使用 在扩展神的国度 在广传福音上 有何等大的一个助力 我们就求你自己来开启 你来运行 让这些宣传 能够逐渐的 被这些华人的弟兄姊妹注意到 他们能够积极的与 CTVLV联系 主啊 能够来这个 购买这些的时段 来播出这些的节目 主啊 也能够来 是奉献这些经费 购买这些时段 主啊 使这个CTVLV 有这方面的收入 主啊 我们也求你祝福CTVLV 这些世俗节目的经营上 广告的节目有充足的收益 主啊 来能够使这些 透过这些盈利事业的收入 我们可以来 发展这些 国度性的 福音的事工 主啊 更多的这些 福音性子的节目 能够逐渐的 使用CTVLV来播出 主啊 我们就求你来带领这件事情 我们深信主啊 你动了善功 你必亲自成全这功 你必亲自开展这功 主耶稣 我们赞美你 一切仇敌的蒙蔽 求你出去 求你赐给 你自己来用奇妙的方法 使这个电视台 能够被全球的华人 把弟兄姊妹们能够广泛的认知 你有你的办法 你来使 兴起他们 像你过去兴起很多的机构一样 兴起很多神的仆人一样 用你自己奇妙的方法使他们被 广泛的认知 主啊 知名度能够被打开 都是在乎你自己的 奇妙的作为 因为你是奇妙 你是测师 你是全能的神 主耶稣 我们赞美你 我们把这件事仰望在你的恩手中 感谢赞美主 你们 好 第二个点 我们 特别为林牧师来祷告 求主 赐给林牧师有这个 智慧聪明 谋略能力的灵 知识跟精华的灵 来经营CTB ALB 能够紧紧跟随主的引导而行 其实最近林牧师也有特别跟我交通 这一方面 说他想要走向这个 整个把CTB ALB 慢慢的整个走向这个 类似这个好消息电视台 成为一个福音性质的电视台 但是我也提醒他 就是说 我为他祷告的时候 就有一句话 真眼的话 临到我 就是 说呢 殷勤筹划的 足智风欲 行事急躁的 都必缺乏 我也特别提醒林牧师 这句话 然后我也跟他提到 就是说 那 我们不要用人自己的智慧 定很大的计划 然后就用人的力量去促成他 我说 只要这样子行的话 神就不能够负责 我实际提醒他就是说 我们要 一步一步的寻求神的带领 然后神有 就是说 供应之后 我们再慢慢去发展 这方面的 这个国度性的施工 还有回到起初 他很早就跟我们分享他的负担 就是说 要使用这个盈利事业的收入 来发展国度性的施工 也就是说 用这个世俗的工作来养圣工 这样的观念 所以我也是提醒他 回到起初的这个想法 让这个 这个CTBLB的盈利事业 有更丰富的收入 然后 让这些盈利事业的收入 我们再来使用它 来发展这个 福音性质的 节目这样子 一步一步让神来供应跟带领 不要一下子就想 把整个都转过来 那你这样的话 没有收入 因为很多福音施工 很多的教会机构 虽然他们愿意来 来提供这些时段 节目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负担 那么多的费用 所以你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你假如没有足够的收入 你就不可能 把这些时段都去播 这些福音性质的节目 那这样这个CTBLB 是没办法经营下去 所以我们特别为林牧师来祷告 这方面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仰望你 把林牧师交在你的手中 祂啊 请你赐给你的仆人 有知识 有敬畏以华的灵 敬畏以华在乎 依靠神 在乎不敢离开神 在乎真的是要 凡事寻求 凡事好好的跟从神 我们感谢你 是 林牧师有很有进取心 很有积极性 主啊 以至于能够做很大的事工 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要为他祷告 不要走在神的前头 不要凭人意定很大的计划 又凭人力去促成这些人自己定的计划 这样的话神就没有办法真正的 与我们同心同工 主啊 神就没有办法负这些的责任 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寻求主的带领 仰望主的供应 来开展你的事工 因为殷勤筹化的主治风云 行事几兆的都必缺乏 那我们不要行事几兆 让我们的殷勤筹化 在主面前寻求祷告 让神一步一步的写明他的带领 让神一步一步的供应所需要的经费 来发展这些福音性质的电视节目 所以说我们仰望你 我们需要常常为你的仆人祷告 好 让你赐给他真正从神来的智慧聪明的灵 磨略灵力的灵 而知识于敬畏耶和华的灵 特别敬畏耶和华的灵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事都要敬畏神 我们才凡事有智慧的开端 所以说我们仰望你 让弟兄姊妹经常为你的仆人祷告 好 让他在你的保守中 不至于做错误的计划和决定 以至于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的事工 失去神的祝福 没有办法继续的开展下去 所以说我们仰望你 捆绑一些撒旦仇敌的攻击和破坏 撒旦仇敌来的试探和诱惑 赐给你仆人有分辨的灵 能够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带领 和从神来的指示 什么是出于仇敌的试探和诱惑 让我们真的是要 凡事谨慎 要多多的等候寻求神 不仓促的做决定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让弟兄姊妹经常为你的仆人祷告 让他得门你的保守 借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 和一切的恶者的计谋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你们 好 第三个点 我们求神继续的带领 过去直到如今 对KOG的一切的事工 那所以现在CTBLV只是新开展的 我们以前还有很多方面的事工 包括这个区块链的事工 还包括这些 我们上去KOG KOG ONE DOT ONE里面都可以看到的 实践银行 很多这些的KOG GO 这些的事工 那还有这些外密集的事工 都是神过去在带领的 那所以我们为 过去到如今 神对KOG的这些事工的带领 继续祷告 让神能够继续的引导我们往前 能够完成他对KOG 所有的计划 跟兴起KOG的目的 好 所以我们这个是需要继续不断的 祷告的 好 我们为这个点来祷告 所以说是的 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么多年呢 你兴起 这个KOG的事工 主啊 很多方面的开展 主啊 有这个区块链的技术的开展 这些各种的 现在外密集的事业的开展 还有这些KOG GO 主啊 这些的开展 主啊 甚至这些DAO 这方面的开展 加密货币的这方面的开展 主啊 我们都有交在你手中 出于你的 求你继续的保守 带领这些的往前 主啊 不出于你的 也求你使他逐渐的 能够放下 主啊 让我们时间力量 他金钱只用在你真正引导我们去发展的事工上面 主啊 所以说你也如何使用这些 啊 来配合在一起 啊 能够来 在这些新的 CTB LV这样的事工上面 原媒体的业务上面 都能够配合的在一起 来使用AI的技术上面 主啊 我们相信你过去的发展带领 都是为了前面 整整更大的一个事工所预备的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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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仰望你 主啊 请你来留意保守我们过去发展的这一切 主啊 需要继续往前的 主啊 就引导我们继续的往前 主啊 需要放下的 我们也能够放下 让我们集中所有的时间力量金钱 来做那些真正你要我们做的事情 哦 主啊 主啊 乃是要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 求你让同工们都有这样的认知 因为我们专心全心全力做你要我们做的事已经做不好 我们不可能做很多的事 而在很多的事中很多不是你要我们做的事 主啊 给我们有分辨的你 知所取舍 哦 主啊 能够专注在你真正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 所以听我们这些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 我们为三方面来祷告哈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用主祷文哈 主祷文大家都很熟哈 我们为主祷文的每一个点哈 来为K.O.G 为这些同工们代祷 以前我们也曾经这样祷告过哈 好 我们为用主祷文每一个点哈 来为K.O.G 为同工们祷告 所以说我们求你来带领哈 好 同工们 让我们都能够在头三方面哈 尊你的名为圣 哦 主啊 能够让你的果降临在这个地上 降临在这个地上 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主啊 让我们心心念念的 不是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名望 主啊 我们成就 让我们心心念念的是 人可以尊你的名为圣 怎样让我们的事工 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主啊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能够让你的果降临在这个地上 能够让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凡事不是这三方面的动机跟存心跟目标 求主让我们能够放下这些的个人的存心跟稀土 主耶稣让我们同工们更加在这方面被主圣化 让我们心心念念就是为着主的名 为着主的果和为着主的旨意 主耶稣我仰望你 求你真的是供应同工们所需要的日用的饮食 主啊 让我们有透过这些事业有充足的收入 能够提供同工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主耶稣因为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求你来保守同工们 求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 求我们脱离那恶者 主耶稣我们真的是需要警醒 也需要弟兄姊妹们经常会同工们带导 因为我们在做的是一个重要的 不是一个世界的事工 而是一个国度性的事工 将来是要往国度性的事工大大的发展 仇敌是不会做事 我们发展这些有属灵影响力的国度性事工 他一定会来兴起各样的试探攻击 我们需要为同工们祷告 主啊 使我们能够势透仇敌一切的轨迹 不至于落入他的试探网络 不至于主啊 重的仇敌遏着那轨迹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求你兴起弟兄姊妹们经常的 用主导文来为同工们祷告 主耶稣啊 使我们能够被这几方面 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主耶稣也让我们能够 把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主 主啊 不是寻求个人的 一点点的都不可以寻求个人的 乃是一切把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你 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是你的国度 是你的权柄 是你的荣耀 主耶稣我们求你继续不断炼进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完全的为主的名 为主的国 为主的权柄 为主的荣耀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感谢你 赞美你 姊妹 好 好 第二点 我们用这个 以赛亚书十一章 第三节那边 我刚刚前面提过好几次 就是智慧聪明的灵 磨略能力的灵 跟知识与敬略的灵 这方面来祷告 撒迦利亚书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我觉得今天的危机就是说 知识 人类的知识 大大的开展 像现在这个 Chad GPD 就发展出来 很多人可能就使用这些的 AI的技术 AI的人工智能 很快的找到一个答案 就照着去做了 我最近也在群组里面也提到 这个Chad GPT 不但会取代人类 而且更大的危机是什么 取代神跟取代圣灵 我在校委会 我们正道声宣校委会也提出这方面 很多校友们就回应 就是说 已经有很多教会内的同工们 真的就是使用Chad GPT 来编写教材 完全照做 那我也很担心 很多牧师的讲章 会不会就是用Chad GPT 就 就拟出一篇讲道的讲章 就照着去讲 假如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再是依靠神 依靠圣灵 圣灵就没有地位 不是依靠 视力不是依靠才能 而是依靠神的方能程式 假如我们变成依靠这些AI 人工智能 再一起依靠神 依靠圣灵 我跟你讲 那就不是教会了 那就不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是很大的危机 我们不要为这方面祷告 真的 要为同工们祷告 不是依靠视力才能 不是依靠这些人工智能的智慧 要依靠神的灵 他成为我们的智慧聪明的灵 谋略能力的灵 知识跟敬畏的灵 我为这方面特别来祷告 主要求你神 求你怜悯 我们看见这些人工智能 AI技术的高度发展 这些CHAT GPT 这些悟道2.0 在中国大陆的 这些AI的人工智能的开发 真的已经侵入到 教会里面很多的这些 牧者同工 弟兄姊妹都在使用 他们真的是 以为这是很好的工具 却不知道里面潜藏很大的危机 这些大数据 把所有的真假的数据都放在里面 主要很多人使用 我发现他们会说谎 因为有很多假新闻在里面 很多假资讯在里面 他们也会提供出这些假资讯 假新闻 主啊 我们怎么去分辨它呢 主啊 我们是依靠这些 势力和才能 就以为可以成事吗 还是我们真的要依靠神的灵来成事呢 主啊 求你兴起这教会 内部的这些 有先知眼光的这些牧者同工们 起来把这些危机 清楚的对弟兄姊妹们说明 主啊 就是我们不再依靠圣灵 我们依靠这些来取代神 取代圣灵 我们就不再是教会了 我们不再是圣灵居住的所在了 亲爱的主 我们求你神 求你怜悯 那我们能够正视这些危机 那我们宁可 依靠神 依靠圣灵 似乎比这些 依靠这些的愚主 但是我们是全心依靠神的 亲爱的主 那我们不要落入 这个创世纪 这些善恶知识术 跟生命术的抉择 抉择的错误的 选择这些 这些人工智能来取代神 取代神的生命 取代对神的依靠 亲爱的主啊 我们仰望你 求你来带领 求你带领核心的同工们 主啊带领这些KOG的团队 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更加寻求神 做我们智慧聪明的灵 做我们磨略能力的灵 做我们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 那我们知道神的智慧聪明是非同人的 神的磨略能力也是非同人的 神的知识是非同人的 主啊我们要有一些敬畏耶和华的心 真的是要凡事寻求主 凡事依靠主 亲爱的主 否则你不再与我们同工 因为我们不是依靠神而得的这些 智慧聪明磨略能力 你是不会与我们同工的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求你施恩求你怜悯 Amen 好 最后一方面 用全副军装来为 同工们祷告 我再简单的复述一下全副军装 从头到脚 救恩的头盔 要戴上 就是 救恩的头盔 然后 这个 第二方面 公义的复兴境 第三方面 真理的带子束腰 第四方面 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血 穿在脚上 第五方面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灶 第六方面 拿着信心的腾牌 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 第七方面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 并在此警醒不倦 好 我们为全副军装这七方面来祷告 这是非常需要经常性的 为同工们祷告 因为我们是在一场树林的征战中 这一方面 每一方面的全副军装都要随时守住 我自己是每天做提操的时候 在阳台 我的栏杆上就要贴 贴这些东西 每天提醒自己 每天为自己祷告 是不是穿戴全副军装 你稍微疏忽 你就很容易中了仇敌的轨迹 好 用全副军装来为同工们祷告 所以说我们仰望你 主啊我们需要这七方面的全副军装 都每天穿戴整齐 主啊不给仇敌有任何的机会 来攻击我们 找到破口来攻击我们 请你提醒同工们 让我们随时穿戴这全副军装 让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 主啊在思想上面 不露入这些仇敌的试探 肉体的思想世界的思想老我的思想 都要能够分辨出来 让我们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 主耶稣让我们能够 穿上公义的复兴镜遮胸 主耶稣让我们能够警醒 不让这些不义的试探进入我们的内心 像犹大一样 主啊贪财的试探进入他的内心 就被撒旦所利用 主啊让我们公义的复兴镜 也让我们能够 胜过头底来的一切的控告 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保险 主啊来称义 主耶稣有犯罪的地方 我们要及时的认罪 跟神认罪跟人认罪 能够维持无亏的良心 主啊让我们能够用真理的带子来束腰 主啊一切不合乎真理的 那我们都能够看清楚 那我们所有给我们的这些的权柄地位 主啊我们都必须要在真理的范畴来使用 我们看见主啊这束腰是代表力量 我们必须要用真理来规范我们的力量 规范我们的这个权柄 主啊或者我们有更大的权柄力量 却不按真理而行 就是非常大的危机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这些执政掌权的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解 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凡事按真理而行 也让我们能够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血穿在我们的脚上 让我们凡事能够行在主的平安中 行在主恩典福音恩典的原则中间来进行 主啊让我们能够 这是常常有你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要凡事用爱心互相宽衷 用和平彼此联络 来竭力保守圣灵所持何为一的心 让一切的行事为人 都在平安跟恩典的原则中来进行 好像预备走路的血穿在我们的脚上 主耶稣不至于受伤 主啊让我们凡事感觉失去和睦的时候 我们都要谨慎 要小心 不要在不和睦不和平的情况中 进行人际关系 主耶稣求你来提醒同工们 我们也为我们能够拿起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来征战 来祷告 让我们面对各种投底来的思想上的试探 各种这些不和神话语的这些试探 临到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用你自己的话语 就是圣灵的宝剑 来起来与仇敌征战 征战到直到这些试探的这些思想离开我们 主耶稣好像宝剑继续的征战到 打败仇敌 主啊我们也求你吃给我们这信心的铜牌 灭尽二者一切的火箭 让我们能够不断辞定 你给我们的信心 你给我们的启示 你给我们的话语 让我们用信心的铜牌 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 让我们不止像伊利亚一样 征战得胜之后 主啊却没有继续的拿起信心的铜牌 以至于被耶稀别的火箭射中 主啊他就惧怕逃跑 主啊我们需要随时拿起信心的铜牌 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 主啊让我们也能够靠着圣灵 随时夺方祷告祈求 并在此警醒不见 让我们不至于忙碌到没有时间祷告 忙碌到没有时间亲近神 提醒同工每天都要分出至少一个小时以上 来祷告主亲近等候主 使我们能够不断的从主得着启示 与主同心同行 亲密的与主同行 主啊能够得着主不断的光照和启示 使我们避免各式各样的试探和危机 主耶稣我们仰望垂听我们这一切的祷告 奉以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那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就停在这里 我们唱一首诗歌 然后把时间交给 交给旅内姊妹 我们来唱这首主啊 主啊愿祢牵着我们的心 回望世界各地 愿祢的精兵从这里走出 愿祢的队伍 愿祢的队伍在这里绝起 愿将福音的火把穿遍天涯 穿遍地的实际 走走走跟随你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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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你 有一天中华要好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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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破那尖闭的大门 攻破那尖门的阴灵 福音的棋子将在中华飘扬 教会要合一合一 合一